特斯拉怎麼又降價了呢 特斯拉在美國針對兩個 高階車款的車型 最高降1萬美元 他掀起的價格戰 打亂了電動車市場 價格的一池春水 最慘的是比亞迪啦 傑民哥 聽說比亞迪 在德國一個月只賣出了7輛 但沒關係 他現在有絕招 不想要讓中國的稀土 出口出去的話 這有辦法成為比亞迪的續命單嗎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有關這次特斯拉的動作 特斯拉動作真的是一波一波 它真的是要吸引大家的目光 一般來說我們吸引大家的目光 是怎麼做呢 就把車子做得很漂亮 吸引得很好對不對 因為現在model 就我們說特斯拉並沒有新的車子 model Q還在等待 所以現在手上 你就是model X model S 或者是model 3 所以他就在這邊玩這個價格遊戲 果然起來 每次他價格調整的時候 媒體就要報導一下 而且這次的手筆非常大 我們知道model X特斯 就是他的那個門 翅膀的那個門 對 像差一樣 基本上這次降價金額非常可怕 30萬台幣直接降價掉了 30萬 當然歐洲部分的降價幅度 就沒那麼高 但是降價幅度也大概有7% 大約折合台幣也有差不多12萬 這次的降價也意味著一件事情說 這個model X跟model S 可能是目前 特斯拉最想賣出的機種 但是事實上 它的焦點是什麼地方 焦點是特斯拉動作是越來越多了 為什麼 因為最近傳出來 它要去墨西哥社工廠 其實我們當時在猜 到底它第四個工廠會在什麼地方 對 有人說會是在印尼 有人說是在中國 因為中國的生產效果很好 對 那麼最後結果是在墨斯科 讓大家覺得墨西哥 大家想說墨西哥也有生產汽車嗎 對不起 墨西哥日產福斯 都是以墨西哥為主要的生產基地 因為它是北美自由貿易區 所以車子賣到了美國之後 不用捨關稅 其實這件事曾經讓 以前的川普非常傷腦筋 因為那邊很多的汽車工人 搶奪了美國汽車工人的生意 你知道最高紀錄的時候 墨西哥最高生產超過400萬輛車子 現在大概在375萬輛車 所以它是有經驗的 那妳好奇 墨西哥到底有什麼樣的利益 讓這一次的特斯拉 決定到墨西哥來生產呢 再設一個新的超級工廠 第一件事情 墨西哥是講拉丁語義 他們是講西班牙話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 整個中南美洲其實都會通 他們是有那種血緣關係的 那你知道中南美洲 現在是整個特斯拉比例最低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中南美洲它的市占率比較低 你看 3.3個百分點 這絕對不是馬斯克看得進去 他最希望的數字 至少你要像是我們說的亞洲地區 或者我們說的歐洲地區 65個百分點 低標 那麼亞洲地區也至少12.4 你知道整個拉丁美洲 一年的需求量不少 440萬輛車 光是電動車來說整體的車子 整體的車子需求 440萬輛 將來都要轉向電動車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你為什麼不去看這個市場 所以當然就選擇了 這是我們說的 他要再告這個超級的工廠 這座工廠大家要投資多少錢 答案是50億美金 是一個不小的金額 有人這麼猜 應該Model Q就在這邊生產 這個眾所矚目的Model Q 很可能就以墨西哥工廠 當作據點 因為過去你看 特斯拉到亞洲生產之後 亞洲的市占率跟銷售量 一飛沖天 我們看到這個表格裡面 南美洲的市占率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成長潛力很大 當然 對於馬斯克來說的話 他當然第一個 我們考慮的問題 很可能就是要要搶佔 中南美洲的市場 第二個理由就出來了 就是看準到 7500塊美金的補助 有補助 拜登有說過一句話 要在美國本土一系列生產 財產才可以有補助 對 補助 但是拜登有句話 包含了北美自由貿易區 所以墨西哥也可以 當然墨西哥是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部分 當然就方便 第三個當然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它事實上越接近美國 它這個市占 一方面可以賣到中南美洲 一方面美國也可以賣 所以Model Q一定有市場的占有力 為什麼 因為市場正在進入低價化的競爭 它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些讓大家最關心的事情 其實是這一次馬斯克 他們說史上最無聊的特斯達日 因為他就坐在那邊 沒有新車 有一個白布蓋著 對 你要想要看你的Model Q 那你就展現機器人 好像很無聊 但是事實上這一次馬斯克 在特斯達講的話 卻讓中國非常的震動 其中有一句話是說 它的馬達不會用永續電池 就是我們說的永遠的電池 裡面講的就是什麼東西 講的就是所謂的稀土 可是稀土不就是 中國大陸最多的嗎 對 這件事情 讓中國就很擔憂了 因為曾經中國盤點 就是說以目前 對付美國的競爭力 它有兩大武器 第一件事我們必須說句話 中國的電動車發展 確實非常迅速 這是一個事實 特別在電池 跟裡面的關鍵零組件 第二就是說電池部分 畢竟全球70%的電池 還是在我們說的 中國來生產 但是重點是 中國為什麼發展那麼迅速 因為他們還盤點一件事情說 我有稀土 當我斷供美國 跟日本之前斷供過 我斷供美國的話 美國需要搭載電動車的時候 對不起 你的稀土就是沒有 所以當特斯達馬斯克 說一句話說 我的特斯達馬達不用稀土 這個事情當然就大條了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看起來 這事情的嚴重性 當然對中國來說是很擔憂的 但中國最擔憂的還是他的比亞迪 我們知道最近迪粉快哭了 為什麼我們來看一下股票市場 事實上特斯拉從最低的102塊 最高漲到204塊 最近大概差不多是193塊 但是就2月份而言的話 大概也漲了大概16個百分點 表現算相當搶眼 但是我們來看看比亞迪 比亞迪最近市值就消失了 181億 被這個股神拋棄之後的比亞迪 181億美金就這樣消失掉 你看這個現行真的很醜 跌掉了14.5 比亞迪他們在去年 進軍德國的時候 是廣告打得很兇 然後你看現在看到這個廣告 就在德國的廣告 強調比亞迪的車子有多好價格 他們去車展的時候 也都是秀肌肉 當然在秀肌肉過 你看這真的是太豪邁了 確實一開始在德國 而且你是到德國 德國是有賓士 B&M大流Pouch的地方 還不錯 1月份還賣了50輛 但2月份的時候只賣7輛 才賣7台 德國市場這麼大 只賣7台比亞迪 所以這個事情 當然就讓市場認為一件事 天啊 你怎麼可能只剩輕量 到底問題出來什麼地方 所以人家說有人說 這個本來迪粉就是這麼 有人說有人很愛比亞迪 認為比亞迪到歐洲 是中國的驕傲 是未來發展的前景 結果現在哭哭了 而且不只比亞迪不好 最近好像什麼比亞迪燒車 其他車廠也是很多出包的問題 是 你看它跪下來 那跪下來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們有一套系統 這套系統 你注意看 它說你必須要到前面 鏡頭給刷臉 刷個臉 對 好 刷完臉之後 所有的車子零件 才能進動 這個啟動 結果這個動作真的很像下跪 結果就潑在網路上 這鏡頭放這麼低要幹嘛 小鵬說一句話說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道歉 當時它們設計的時候 為什麼要注意到APP 這樣對著前面的這個鏡頭 要下跪磕頭 對 下跪磕頭 沒有錯 我就這樣講 你用人臉辨識讓車子啟動 這個是很炫的 可是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你怎麼會知道這下跪 所以看起來 中國汽車確實有出問題了 但重點來了 其實台灣也不是省油的燈 目的也都說一句話說 在2030年它要沒有一輛汽油車 它全部都要改電動車 當然劉陽偉 他非常興奮 當然要去 而且你知道 它的所謂的電動車 不是我們大家想像四輪 它是三輪 因為我們知道在印度 三輪車是很普通的 它是三輪車 也要變成是電動車 四輪的也要變電動車 兩輪的也要變電動車 這個市場有多大 當然在這次會議當中 很特別的事情 官潤終於出現了 我們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劉陽會很高興 他們從日產 把這個搶到的一個人叫官潤 他在以前在日產很久的時間 後來要轉移到一家馬達公司 那家馬達公司 可能將來也是鴻海主要的供應商 官潤他的經驗太充裕 他主要是 他的最大的經驗是什麼地方 他在法國 在美國 在泰國 在馬來西亞 都有設工廠的經驗 也就是說日產汽車 最會在國外設工廠的就是官潤 你知道設工廠不是只是圈塊地 裡面還要包括招工 還要跟地方政府談契約 非常的複雜 需要很有經驗的人 還有一件事情是供應鏈的建立 你想想看一部汽車 有超過2000個以上的零組件 所以當時你要說 鴻海怎麼可能做電動車 你知道一部電動車需要零件 是你的手機的兩倍多 好了 回頭一句話 這N多倍 這個情況之下 官潤的出現 這表示一件事 官潤可能會負責 印度整個工廠的設置 因為這一次其實它背後 有一件很重要 兩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 首先要開賣的就是 這個我們說的Fisker 你知道Fisker今年就已經 在美國開賣車子了 現在也要把它運動修理車 也要到印度來做生產 所以要靠鴻海去蓋廠 幫它生產了 所以已經有產品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配合它的公司 是印度最大的礦業公司 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那麼這家礦業公司 她的女婿就想說她要坐電動車 因為莫迪說要坐電動車 她就想到說 我以前跟日本的面板公司有關係 就通過這方式找到了群創 群創再找到了Model S 再找到劉洋偉 所以也就是說 這是有跟在地合作的 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計畫 而且這計畫已經得到什麼程度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電動車還有包括電動二輪車 商用車 客運車 市場規模1500億美元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對於我們說鴻海 它已經有這個經驗了 回頭一件事 它現在也得到一發半掉的幫助 意思說將來在印度 不是只有做電動車 包括半導體晶片 每一年超過1000億的 美金的我們說買單 恐怕都轉到印度 所以對於比亞迪來說 它有特斯拉的攻擊 對印度市場 可能鴻海要進來了 比亞迪可能要心裡 非常的擔憂了